所以你合理嘛 对吧 难打很正常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BP 进入刀BANPICK階段Snake依旧是给到了妖姬 然后给辛德拉 自己给一个辛德拉 感觉就味 好三班农单嘛 怂怂搭 就是上来蓝方被辛德拉真的是怂怂搭 但是一般子方还是半掉的一些英雄 就是不 那你现在可以看嘛 妖姬没有 现在几个BBAN的包括 然后这边又自BAN一个盲森 然后插一个马尔扎 自瞎双眼 自插双目 自断双目 现在BBAN的哦 BBAN英雄里面还有马尔扎 这几天的比赛基本没放过一场 这里拿不拿放不放 BAN不BAN 走不走 BAN了 好马尔扎这边还是BAN掉了 果然还是不跟你玩 是 那一场 那这边SNAKE会怎么样选择 SNAKE估计会比较照顾姿态哦 应该中路会往后放 所以应该会先选个 让杰拉 杰拉 选的挺快 不错 就先选个强势辅助准没错 那 这边来说的话 IG的这个选辅助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就 你现在包括说像是卡尔玛中英雄还在 问题也不大 主要考虑如果能够连两手选项 你现在要考虑的是说你爱希拿不拿 爱希不拿对方拿一个爱希加杰拉 而且他们还是换了一个强AD上来 好杰斯 因为在考虑到对方可能会先抢杰拉的情况下 杰斯这边也不想放给圣江哥 如果你把树精选了的话 可能圣江哥选杰斯的机率会非常高了 就如果把选手ID揉起来可能会选杰斯 对对对 因为这个可能 选手ID打开就说他还是选大树 杰斯就玩的比较少吧 对 比较少 选大树吧 没有太没有 没有必要去太强硬的为了康特尼而拿着这个 英雄 反正会出些问题 我觉得选个爱希肯定没毛病 好 这边是锁了一手太弹 问我的话了 但是OHQ不知道 因为也是第一次看到OHQ在LPO打比赛 对吧 今天不杂技了 哦卡斯克 好 送门这边选到一手螳螂 是害怕第二轮被ban吗 还是想要把这个 我中单的Picker尽量压后是非常好 合理 但我觉得IG也是做好事做准备 尤其Rookie话都放了 肯定也会给Rookie这边拿到第十手的counter 所以姿态想要能够counter Rookie还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 拿一个女枪有可能是打辅助 因为看到杰拉 就是在面对杰拉这种类型的辅助的时候 女枪打辅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也像你说的一样也可以打ID 看他们怎么选 那韩冰Snake拿不来 是吧 前面有说其实我觉得韩冰可以拿呀 半掉吧要不然Snake 主要是这个IG他有一个 就现在红方的话就 有下一手的先选 挽回了一下现在的一个 杰斯ban掉了 半去他们的猎势 就是女警杰斯 两边都有考虑 这 他就是告诉你我要拿韩冰啊 他后面半完的时候可以先选 IG现在就是告诉你我要拿韩冰 他就看Snake 半半了 IG这个架势摆得蛮明确 哎呦 贝勒 哎呦 韩冰是这儿几这边半了 他是想用女枪打AD 不然不跟你来 不想给韩冰加杰拉了 女枪打AD啊 好吧 那你辅助权 不好说 现在 不能乱下结论 没差吧 有什么怕的 不说错怎么当解说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 只是这一波得好好分析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Snake一直在犹豫 这手扮人也不知道扮什么 他这下 他本来自己想扮韩冰的 结果对面给扮了 这打乱的节奏了 本来就想好了 那干脆我不扮了 人都傻 就现在不知道这个IG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他空变吗 因为已经轮到IG选英雄了 那就选 威鲁斯 选了一手威鲁斯 威鲁斯加上枪 其实你随便变个 题目也是一样的 非得要放空 让大家很紧张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变韩冰 其他他都不想变 老鼠要操作一下 登场 第一局就要选一个英雄操作一波 杰拉的话 是稍微补充一下老鼠线上的弱势 但对方是一个女枪加上威鲁斯 就这两个英雄是谁辅助都可以 他们是最后一秒钟想找个英雄ban 然后没有按到 不过Snake也接受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空就空吧 还是选择禁 有禁在可以选择的话 也不亏 我觉得大概就像你刚才猜的一样 就是他本来就讲ban寒冰嘛 所以他空就空吧 好 最后给姿态选了一个四平八稳的 的发条 而且有瑞兹 先手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瑞兹 选择一手发条 一般来说现在 大部分的人会先选瑞兹 然后反手的人才会去选发条 对吧 因为瑞兹的优先级一般现在是高于发条 还是怕被counter了 选过瑞兹 万一 Rookie出条蛇 然后我没扭掉他的晕 然后他就把我给杀了怎么办之类的 有道理 各种恐慌 好那今天的话双方队的阵容选定 从阵容上面来讲 感觉IG这个阵容打团有点无限可及啊 过于强了 觉得IG选的挺好 就只是 他那一首寒冰大概 ban寒冰大概就是 反正我觉得我一定选不到了 对面第二个ban一定是寒冰 我一定选不到 算了随便 就snake其实打团也不弱 但是如果IG这个阵容 的确看起来硬度也要更硬一些 呃 snake打团在理想状况下 招都接到的时候应该是 比较强的 缺耗稳定性 对但如果没有接到的话就 强不过队 snake的钩子很关键 如果像上一场那样子 应该键盘修好了吧 中间有一个休息时间 好两边的 我教练握手之后呢 要来展开这一场的最终对决 决胜局 中级PK尤其是刚离开IG基地大门的姿态 马上回头来跟IG对战 这一个宿命的对决 虽然两位前队友 Rookie跟小孩都说 我觉得你应该打不过Rookie 两个都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正好也是一个有机会 怎么反正就我们刚才聊的 赢了赚输了不亏 是 算不算音乐局 不算吧我觉得 不算 不算吧我觉得 富子局呢 应该也不算 应该也不算 发挥会很关键 我觉得上一局 Sofran的发挥有点歪掉 就是有点失常 那么这一场 如果能够把卡兹克打好的话 倒是问题就不大 上路是两个坦克的对打 有什么意思 下落IG花了很多功夫 花了很多功夫 最后拿出了压线能力相当不错的 一个两个手长组合 好第一条龙终于是看到了水龙 今天为数不多的一条龙啊 嗯 1比1 三毛点 来想掩护一下杰拉 把植物给种出来 但相对的其实感觉啊 就是前期这个线上的话 螳螂如果去上路 就做一些针对 还是蛮容易创到人头的 对 尤其在前面几个等级的时候 然后相对的如果挖掘机来到 Snake的下落 Snake的下落也会遭到 很容易遭到洞创 两边的辅助都很凶 带的隐燃 没有退路的 两边都是一个进攻能力 比较好的辅助 比起进攻 呃 应该说杰拉的进攻防守都不错 因为杰拉的反开能力也有 但是 女枪就真的是只能往前打 不能往后打 是 上来就先放一发一 果实被踩掉了 一个Q没有种出 只种出了一颗植物 有一颗植物还可以 帮帮Air两边 幻学上面的话 还是那个下落稍微占了一些阴影水 有植物我肯定就占优势 刚才那一下Q如果一个植物 都没种出来的话就裂了 但有打到就没问题 哇 两边从一击开始就像是火拼 见到杀腹仇人般的 就不可能 亏限的 如果你一旦是在推线上面烈势了的话 那就真的是 最后被对方压着打 对 两边都只能往前 强而那一波太关键了 对 但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Sneak的辅助比较注重于 线上的一个消耗 然后艾基比较注重于推线 中路也是上来就 薄火了一波 目前看起来是Rookie的血量 略略占优 但姿态是稳稳的把他面前的刀都有收到 还可以 但血量的劣势可能会给他比较大的压力啊 因为毕竟面对的是个瑞兹嘛 问题不大吧 其实对方的副用型腰水加血量 没有这个普通血平那么多 嗯 这也差不多 那倒是 OHQ这边补到挺稳的 好 打掉了双buff 遭遇了 自己的血量有点惨 不想出手 小孩占了一个血量优势 但是狐狸无缘的状况下 还是别跟他打吧 对 先消耗一下 对 而且这里离姿态太近了 真打起来应该就是一个残血 闪现逃跑的局面 所以赶紧走 包括前纪瑞兹在第一波出来之后 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发条 加上螳螂的伤害 所以不打为好 哇 定住了 但没蓝了 哈哈 果然化身为一个AD瑞兹 打路两边拼得灿烂 嗯 选择进而不是IC 在这种平点的状况下 还是 比较没那么占优势 扫粉在这边等待一个机会 蹲了很久了 对了 这里往后拉开 感觉这样蹲下去是真的会有一些机会啊 应该是要有闪现 绑不到啊 逼出了一个闪现 跳上去砍一下 只能打掉一个闪现吧 哦 打不着走也流掉了 漂亮 刚才这里 辅助女枪这边扭得很好 一下这边双招没毙了 那这一波是一个闪现 换了对方三个技能 嗯 还可以 能接受的 能接受 就相对这边互换了一下野区的话 小孩再要上路就很难 就才能击杀了感觉 并是个泰坦 大树加上挖掘机杀泰坦 还是有一点机会的前期 这个不得不说有一点机会 这个绕的位置不错 那往后一个闪现一些减速一下 然后卡住他位置 就别让他勾墙壁 前期在泰坦不是很肉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漂亮打出了一血 这波主要是前后的一个包架 穿墙过来以后 然后顶起 绕的位置太太厚了 对 我打白白打了你很多伤害 而且泰坦嘛 逃生看起来算很强 但其实你卡住他后路的话 他就逃不了 所以这个你越早干科越好啊 哎这边又是一个双拖兰 我这里没损失太多兵 传送还回着来 还能接受 就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 只如快个人头 勉强接受 下路的地方 因为IG先回程了一波 所以 Snake的下路闪了很多的信号给队友 不过 实际上他们只是回程补给 你很难想象 维鲁斯加女枪两个都四级 去绕一圈能干 来 那一机前期还是蛮舒服的 前期让大树先拿到一个FB 线上的话 其实基本上感觉螳螂去了 可能机会也不大 嗯 然后这波是太短交错产 他自己还接运了一个闪现的 就上路这边是稳住了 但相对太短在等级起来之后的话 可能YG区就没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前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树现在不止那个领先 他还领先双招呢 就还有一个传送 所以别路变成 Snake别路的压力都很大 都没法打 基本上 很有可能 小孩就绕到后面去给个真 给个眼 然后直接TP到后面下路就包了 而且这两个人是没有防御能力的 下路压力巨大 你过来就死了 只要能绕到你 所以现在Sofen他对于下路一个斜防 然后包括下路的一个视野 包括兵线的压制的话都很重要 不能被对方把兵线推过来了 这边雷克赛又再度偏向上面的方向 是到了红buff刷新的时候 下部分 哇 被弹的一枪 哦 再被射了一箭 这里 这个是弹的他的花 对 反而是做了一个跳板 就 女枪本来就比较压 能够压制杰拉辅助 这个是在 杰拉脆 嗯 去年全球组织赛的时候 女枪辅助出来就是为了因应杰拉辅助 对 那本来就是一个counter的能力 然后再加上 维鲁斯在后面号针以下 给他一箭 就是属性其实跟这个 寒冰差不多 对 维鲁斯反而是爆发能力更强了一点 所以到了6级之后的话 Snake的下路压力会更大 OHQ的走位被听见了 这时候IG已经是全队包向下路了 你看这两个人 再加一个传送 5人下落 开party 这下要糟糕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绕后 可以一个眼 我绑住了 那问题是塔没有在打 瞬间被秒 好 又是标准的LPO 欢迎仪式吗 欢迎来到LPO OHQ再会 而且这一波是让Rookie 拉到两个人头 对 就前面 击杀掉的圣枪哥以后 其实 对吧 就Colin想到了这一点就是 完全照理想的发生了 就教科书版的一个 对 教科书版的一个下路 Dive 月塔 诶 这个 没看到 我什么都没看到 Sofran想要来弥补姿态的失误 Rookie这里有点难受 死了 感觉姿态在做任务 你是说加入那个 前面那个BO3的 发条空大任务 没 没 没做过 哦 前面 其实发条这个英雄 确实是大概 英雄联盟里面 最容易空大的 第二容易空大的 第一是情侣吧 对 但是因为 那是因为 孙亚龙开了一个仙女 要不是孙亚龙的话其实也还好 抽分 哇 得理不饶人啊 这个 哦 这边 十双人路来到了中路之后 闪现一个体之后 点一枪 然后再点一枪 这个 而且这边的话回头 可以看到辅助过来 给到一个打招引然之后 秒杀 秒杀 但是他没有翅膀 他的 诶 弗兰多尔闪现勾 这个肯定勾到了 勾到了 这个位置太好了 我反正是让Sofran拉到两个人头 这Sofran要起飞啊 诶 他进化飞弹 你看他进化飞弹 他进化飞弹 还准了 QQQQ 但是在这边的补刀还是领先的 这个还是不错 那这样的话好像是双方的 双人组都换到了中路 然后瑞兹是利用有打招的一个优势 然后在编辅前行 他这是进化飞弹的呀 这个 我刚才就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看到他喷三个飞弹 问题是在于说 这个版的卡之科 我真没看过有人先进化飞弹 这很惊人 一般都是先进化Q嘛 Q 但在比赛中的话 进化飞弹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 打团也强啊 消耗能力强啊 我就等这个 就想说 观众会想知道为什么 就比赛进化飞弹是合理 他是这个技能的话 是具有一定的破可能性的 包括最早的卡尔特打法 有很多都是先 不过飞弹后来削了很多嘛 你说的是早期还没削的时候 那时候飞弹是 这地球上最强的技能 其实比赛当中的话 听话第一个进化打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有对吧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其实一般你在比赛中 你必出这个绿层界 那你少了红神之后 螳螂的秒人能力会变差 对 那你如果配合队友去秒人的话 反正伤害不会缺的 螳螂缺伤害吧 肯定不缺 就说单杀能力会降低很多 对 反正他如果是打着主意 要跟队友配合的话 那当然是W比Q好的 一般其实在比赛当中的话 你要对方给到你一个单杀的机会 基本上很难很难 对 这局势稍微停止下来 那这边搜粉是应该朝你 想要找一下 维鲁斯 他会这么想也是非常合理的 他被射到了一箭啊 后面有个瑞兹在蹲 这一波是个埋伏 埋伏 这边大招上来 瑞兹反过来了 赶紧跑 哎呀被定了一下 掉了一下 抽果 走了 那W回头再减速一下 好气啊 对 对吧 你有 你有轨迹 我有阴谋 然后最后双方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搜粉是主Q的 对啊 他这个W就更多是 具有些战略性意义在里面 然后 这里 IG大那一波的 反蹲 设计的还不坏 但是 主要是有一个爆裂球果的关系 让搜粉能够逃走 否则的话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可能就要交代掉 你交了伞之后 瑞兹也会跟伞 对的 但其实还有一手大招 不好说 不好说 其实一般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 听到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路人嘛 那天 那天就是碰到之后的话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这个果实 如果你在对面 你能A尽量把它A掉 哦对啊 就是说 辅助的话 你有机会 你能A尽量去把A 我经过自己野区 我都会把它A掉 对 因为 就是你在下路的时候 你在对线的期间啊 你看到有那个果实 就比如说 不管你是哪一边 如果你这一局 打野不会一直来下路 或者说你不是红色方 你蓝色方的那个辅助 就想办法 就有意识的 去把那个爆炸果实给A掉 防止就是 对方的打野 对对 防止对方的打野 利用这个东西来跨地形 但就是比起 以往大家打了这么多年的英雄联盟 就是比起来 多了一个东西要去照顾 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吧 嗯 目前两边都是各推一座塔的 局面又有点胶着 这两队的实力是如此的接近吗 局面再度陷入胶着 上路的塔被两个人 所包围 小兵快绝了 但他们应该扛着打完 与其同时 Snake的动作是选择向下路进攻 但却被炎给探到了 没有太多的机会 HQ再度回到线上 刀领先挺多的 其实 下路这边还是形成了一些压制 对 不知不觉30刀 整体的经济 如果IG还是领先的 IG回吃几支冰之后 这个是变成了25刀 但是25刀还是一段差距 小孩这边刷刀还是不错 主要我觉得 还有塔上面的一个优势 主要我觉得中路刚才夹击一波 最后Sofen给下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蓝Muff也控制的相当稳 好 这边蓝还是反掉了 在这种状况下 下路受到的压力太大 这把这小孩比较偏刷了 没有就是比较注重这个节奏的压制 他前期帮上路打出了一个一雪 已经满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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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雷克赛啊 不太是食肉型的 所以我不会去问说 为什么小孩没带节奏 那局我会问是因为他那局玩的是蜘蛛 我发现两个队伍就不管哪一边 这也是就三局都是 就到了这个节点就落后一千块 一千多啊 差不多 就然后一直维持到三十分钟 然后打一波大龙团 打一波收工 这个LHQ的进的补刀是稳如马 就这个选手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致的 嗯 蛮强的 而且在被下路双杀了一波之后的话 还能保持一个高水震的补刀 对的 感觉就姿态刚才那一下 中路空了那一下 让我觉得说 他怎么好像 对吧 其实明明是出道多年的 应该理论上是个老江湖 可是就因为位置再度换回中路的关系 感觉有点回归初心那种那种 就是回到那种青涩的心情 就你换成任何一个人 你遇到的是就是一个是Rookie 然后又是自己的老队友 对 你这个压力是真的太大了 心情 对 我觉得更多的 我觉得这个观众朋友是要多多理解一下 嗯 我也是这么想 但其实 这个时候选手是最需要什么需要鼓励 对不对 虽然说是老江 但是 却也是重新出道 这种是 还是 会很需要支持他的人给他 多多鼓励 两边围绕着小龙展开了视野的攻防战 但是没有什么 哦呦 这里 姿态发条上去一个球给小孩 造成了一些血量压制 小孩穿墙走 其实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 你们跳过来抓到Rookie Rookie 比较删断的话 达不着是没中 但后续的话 LGQ再放大招 接着接他一个大招之后 哇 姿态直接闪现过来 刷到几个人头 这个 看得出来是Snake 非常把重心放在压制 对方中单的份上 这个其实在 怎么说的 历届的LPL上面 已经这一幕看了不少了 对 就针对到Rookie这个点 你一定要把它压住啊 Rookie一旦飞起来之后 IG就很难挡住 下一条龙风哦 这个后面的属性就很软 其实不大能够帮助到两边的队伍了 对的 军机上面是由于 IG多推一桌塔的关系 有一个领先 是 领先的不多 对也就那样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塔其实这个东西 毕竟是固定经济啊 其实如果说双方都是在军事的话 迟早也会被推掉 哦 雪球如果没滚起来的话 这只开一个大招过来 你看 勾墙离开 这个塔还是没推到 重新恢复到和平的基调 这边有 杰拉在侧翼掩护做视野 所以OHQ能够放心的扫掉这一团兵 我已经大招了 我已经大招了出来 显得支援的是上半部野区 这场没有哪一边有优势大到可以 快乐的去打下过先锋 下过先锋的大线也快到了 那边有点加上半部野区 有点招打 啊 现在连你 所以在线上 下半部野区 在线上 是 这两个队 这三局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视野上面占优的一个队伍的胜率会多很多 是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队都还在一个想要再展一点装备下去才愿意打的一个局面 就你看表面上可能这个IG会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但实际上我觉得优势的是Snake这一边 因为Snake这边的话他第一个塔是抱着对方的中路塔 因为中路塔还是决定着两边野区的一个视野 所以现在视野上面Snake是占据一些小优势 现在IG为了要顶住对方就是Snake上路派AD跟辅助来取塔的 动作是用瑞兹把他挡下来 而且这边要等待瑞兹成型 现在其实IG他比较好打的一点就在于他的瑞兹的边路的单代能力的话 是现在Snake对头的那一点 顶不住 因为他派一个C位过去他打不过他 很可能被就是在视野掌控的情况下 一波飞绕后然后单吃都有可能 没错 就现在其实Snake他就是因为视野优势了之后 瑞兹也不敢有大动作 这边是在中路推了两波 回来把蓝BUFF收掉因为反正瑞兹在上路实在太远了 两边都想发育啦 主要你看晋这边也是还在等无尽 已经出了可能大招下去开团的效果就可以做出来 但他现在并不想要强行接战 我觉得里面最不想等 最最比较 着急的应该是Sofen他前面3-0-1的状态下他其实是有不错的solo实力 想滚雪球 但是对方没有给机会啊 他第二个进化选择进化翅膀 这个W是定到了辅助上不上 直接开局 小孩儿基本上要挡掉全部了 没机会 没机会 前面有一只墙 双方退回角落 大概又要歇会儿 而且现在没有土龙啊 大龙这边是不用太多的考虑的 视野其实也不用 也不用就是太多的 哇 这个单打Rookie 平身再打一下 逼掉了一个机跑啊 还是可以 而且他本身没有消耗任何东西 他现在魔抗装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跳上去打Rookie的话 Rookie其实很难换手 本身重点是 里面绕过来 想要开 在这边的话Rookie是第一时间就撤退了 然后放掉这个塔 但因为平凡的Rookie在边路被骚扰的话 在中单这个位置上的等级和雪球是慢慢的扩大了 自菜这边的补刀 他一直待在中路 风吹不动 等级领先的两级 补刀也领先的蛮多的 没错 这个也是OHQ一直在边路啊 就慢慢的可能亏损一些刀 但是他为所也是把补刀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所以这边还是小牺牲了一下OHQ 因为你让一个中路这样的炮塔英雄去边路带线的话 的确不大现实 很容易 soufant Paydo买出了一把提阿玛特 soufant打野必出提阿玛特 打野生气 现在这个版本的话你还真的不得不出 清野 尤其F4跟双 石头人 对 太需要范围攻击了 没有范围清野能力的打野真的是很想哭 这个装备现在性价比也高 对 自从他把那个 这边一个大招想开一下Sofan这边的话 没有看到 自从他把那个平A会扩散还回去之后 性价比较难可以 太高了 他之前有一个板拿掉了 然后让那个装备变成一个废物 就没人出了 对 还回去 诶 一个大招 哇 必须一个闪现 双招是 顺利就交掉了 DF2连 诶 这边一个洞转过来 但是一定是Sofan想表 没秒掉吧 发现之前有一个盾 而且人家双抗 这个 IG可以拿到龙 但付出塔的代价 而且圣像哥正要夹回来 也没有真的夹回来 因为其他大部队已经往对方红须移了 这个这边Sofan是没有选择回家 这 这 这什么 要去吸一口血 现在还有水龙 就是往大龙靠 但应该不会打 这风龙放就放了吧 好 其实也是下出IG一声冷汗 赶紧冲过来放眼 嗯 那其实也 不用这么 就大拧小拐的 打不了 应该打不了 还是另一句话 除非两条屠龙 嗯 对 看来 只是想要把兵清掉 中路的 Snake的 冰线优势 跟塔的优势一直都在 只是说 刚才前面都是维鲁斯在撑住中路 然后瑞兹带一路 两个的清兵能力都非常的强 所以你感受不到Snake在推塔上面有领先 是 其实现在打团的话 这个发条的作战能力 是要比瑞兹强很多的 瑞兹首先这边大拼式的还没有出来 而且 发条是领先的两级 这个有点过分啊 等级的领先 现在发条的打团能力 是要强很多的 发条这个英雄就是需要时间发育好 发育好之后就很猛 而且两件半 三件的发条基本就 哇 这个Q打不了 天哪 Q他们直接打出了一个辅助的闪现 而且两百 残血 这波就很聪明 大家都不用教了 知道你要闪现 你不教闪现 我再一发Q你就死了 对 我都不用教大招 不赶时间 反正你闪吧 刚刚那波打AD嘛 赶时间 就反正 就反正这个发条现在的微顺利 要比这个瑞兹要大很多啊 编路带现的话 并不能够成为这把瑞兹的一个 比较能够打开局面的点 对 对 好这两个人又在刷伤害了 但是很久没有给到他们两个镜头了 就是给 意思一次一下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知道 这游戏里面有一个叫 还有这两个人 有一个叫 slander 有一个叫 slander 在 定刀 定刀了 只好直接开大 这个大招还是非常果断的 哇 空一下 哎 两边互相控技能 哇 这么尴尬 只能说两边的走位都很好 这么 这么尴尬 闪宝也空了 回身的一个 唯有只大招也空了 什么都空了 四大皆空 是 互换技能 都说白了就互换技能 那肯定就要互相交换 然后谁也不中 阿弥陀佛 四大皆空 哎 这边说我们跳过去 对 定到了我们边 闪现响表 但反而自己有点尴尬了 回头 我女前还给了个大招 没啥就不能再跳 杜克留到了姿态 在绑的是后面的杰拉 杰拉这边 跑不了了 这波说分带来一个大节奏 大节奏 大龙 开大了开大了 姿态表示 这 我打过去一个杜克 回头的话拉一个大招 拉到两个人 哦 表掉了之后 然后给到自己一个异级的异点 谈过来的同时 直接是杀掉对方打野 自己交出一个进化了 才先走了 这可以 但自己能不能跑掉 独克也是继续绕过来 没有队友啊 这什么 然后相对还是打残了对方的 AD吧 打了一半选 还可以了 那这波大龙对方其实很难打的 拖到了很多时间 给到了队友能够推中的一个机会 对对 瑞兹的大道也交了 冰绝了 好 下一波冰刚好来 是 那还可以再推一波 好 那这波其实是那个可以接受的 不亏啊 对啊 真的不亏 中路二塔 又回到了原点 而且是中路是二塔 二塔很难推的 主要几方 就他们这边死那颗 他自己这边 这边我见过你知道 就中路的一塔还在啊 那这样的话中路是整个两边就空了 对 他进化的是翅膀跟飞弹 表示他的这个单杀能力确实比较弱 秒伤不够 然后他刚才那一下其实 他如果再硬A一刀还有可能 把A死还有可能飞走 直接开局 不让对方推这个中路的一塔 他大树来扛就好了 上面也清掉了 大树来扛就好了 还是真的弄一下大树啊 射到大树身上 好 假装念回程念了半天 然后继续打 两边还是在中路 隔着核道对峙 没有什么结果 那这样的话小龙是即将刷新 又是一条水龙 这把龙属性是真的很和谐 哎 IG三个人在偷大龙啦 有传送的 但是对面是这个 视频眼这个 太大树了 哎要接手 接手一下本对面逼过来吗 所以应该是打不了的 打是打不了 在那个真眼 因为现在真眼的确 视野范围太小了 太小了 对 你还是要靠红视频 我觉得他要 红视频的价值更高 对 那大龙里面的话 你要用真眼去排掉所有的眼睛的话 你得插两个 一个不够 哎一勾勾到小兵 上去了一个大招是给他后面的瑞兹 那自己往后加速一个闪现 W的话也是逼出了对方 AD的一个闪 机会不大感觉 结果都还没来 在那边的话 一直连着杜克打 其实杜克也有点难受 半血 哎这个真别说 杜克现在是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要换KID帮他挡枪 我觉得他很难跑啊 而且发条手中还列了一个大招 这波敢不敢守他的尸体 没有闪现的 那肯定死了呀 KID一枪没有挡 哇真的这个全身被连死 队友没办法 你发条列了一个大招之后 没有人赶上来 所以说如果像这个上单的话 最好的局面就是在于 他如果能够开到C位 然后队友跟技能 这会是真的想要打大龙妈 但你枪的大招 在这个点的威胁也还可以 是 呃 这个这个 这一波还是稍微 对啊 考虑的妥当一点吧 哎这边打 一过来一个W的减速到两个人 还还顺便路上清点兵 我觉得还是稠稳的拿水龙 对于斯雷克来讲是好一些的 因为上一局才会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嘛 这一局他们其实没有像上一局那样 比较冲动的去打这个大龙 嗯 水龙也可以打 哎 又绕回去 要干嘛 没有没有干嘛 嗯 三个步 哎 清一下这个去 嗯 就把视野这边清了一下 那水龙感觉打的脱节奏 不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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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打一条为云古龙为球谋了 对吧 你现在打的话 你不是早让云古龙刷新吗 哦 对吧 不敢保证 优势如果是你认为优势的一方 还是比较讨厌两条龙同时刷新的 因为可能会跟阵阵换 所以这个优势的一方是越 所以如果这个龙属性不是很好的话 就反而不一定想踏这条龙 嗯 没侦测到那个眼 虽然打了个占卜 但是占卜是锥撞的 所以没打到占卜右手边的那个眼睛 这个姿态回家是补出了法川了 现在这个法条 好 的确对于整个队伍的作用的话 是一个比较灵魂的人物 只要他的大招一直咧着的话 对面其实双C很难上来属 最近很好看到这种比赛啊 两队都浓了三百多刀 然后再出来 就先种一波田 种田发家致富之后 再出来一决死战 哎 这边晋直接开局 先射到了对方的AD AD这边没有闪现 占卜消失了 W直接没了 这是前面讲的说 希望OHQ能够把晋的开团 发挥好才有价值 因为这一手是 呃 没 哎 又是跳上去W减速一下 然后W的同时的话 也是逼出了Rookie的一个闪现 那OHQ把这个 但这局不得不说 所以OHQ这个选手 他的 对于进一个大招的灵性 还是掌握的 对的 每一个大招都开的很有意义 我觉得 而且他甚至在某种层面上 比艾希的开团能力 也许都还好一点 因为他有四发 艾希就一发没动就没有了 被花挡了 但是 被合切挡了 对 但是Duke被拦了下来 捆了一下 触动了一个非常大的盾 啊 瑞兹的一个门 让他传走了 可以走了 哇哦 车开得漂亮 车开得漂亮 就原地念了一个大之后 然后准备 再队友走 漂亮漂亮 那这一波的话 因为IG伤得也不是很重 所以Snake更加不应该去动了大龙 双方 双方又要再发育一下 嗯 显然Snake哥上一把比变了 变了 变了变了变的不一样了 对的 瑞兹的话 已经开始solo加水龙了 这边应该在草里 小孩还是知道他的位置 没事 反正是条水龙 我感觉Snake好像就不是很在意的 但这三条小龙的话 也有可能会成为 对啊 我还是觉得其实前面那个地方 该拿可以拿就拿吧 这个是就是在 视野上面的一个取舍 还一直没听到那个眼睛啊 老是在这边蹲蹲蹲 其实走出来 找机会 再跳一下就想逮瑞兹 没杀Rookie 我们都不开弹 杀到Rookie就可以一口气 硬压对方了 马局跑去上路 要清掉这波兵 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前面的累积很久的一波兵线 来到了上路二塔 这倒去正面战场之上 找了一个AD的IG很难打 但是后面的话 女枪一个大刀 封了一下对方的一个走位 竟在后面直接开局 这边的话 杜克还是扛了很多的伤害 非常接近自家二塔的位置 对这波还是扛住了压力 而且杜克身上还有闪现的 没那么好 Sneaker心里想的是 在马局过来支援的路上 可以用Sofen去拦住他 找机会把他给 单吃掉 但这件事没有发生 马局的防范意识还够 而且交了一个闪现 成功活命 把这个女枪大刀劝推效果还是蛮好的 再度来蹲 四月终于是排干净了 你上来插你的一瞬间 我就理论上 我应该是要跳上去打你 反应也挺慢了 怎么了 太钻住了 对 不是他从草里面就露出 零点几秒就回去 这边直接选择的开拢 因为因为其实 现在的伤害是够了的 伤害还是打得蛮快的 差了 看了 要不要撤 大人会不会回忆成传送了 这边逼出了一个TP 赶紧走 那大叔这边进来就 哎 好尴尬 哎 还要打吗 血量不是很好 女枪 哎 这边勾回来 小孩 小孩这边选择太低了 AD给他一口质量没死 那这边的话进入到场面 再打一回 Luki血量很足啊 小孩哥这边直接被秒了 发现一个大龙 只是拉到了Duke 这个 比上一句好一点 没有毁 是吧 大龙断条腿了 就是没有毁一声 断条腿 这个大龙还是不能轻易的 打他反而挨机 要开这个大龙了 这就不一定了 哇 Snake现在只会 要注意点 这个已经两波了 OHQ的一个大招 但是给到的威胁 之旗有限 龙还是会 IG会顺利的拉倒 对 还是回一声的感觉 我觉得是会 纠结这个大龙 纠结太久了 不 他 他应该要能够满足于 Duke被骗传送下来 再被骗一个闪现两招 对 应该要满足于这个 主要是 如果这个 圣强哥他是一个大叔的话 就好多了 而且两个人大残血 两个人大残 就半血左右 你其实 就是不占优势的 他只是少两招之间 他可没有残血啊 你在想什么 打的还是有点着急的 我也觉得 而且吧 虽然瑞兹被他们定住了 但他发现他对瑞兹 没办法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 瑞兹是发育起来的 他们可能就是一直在着急 瑞兹这个点 现在发育的越来越好怎么办 没错 但瑞兹的等级也补起来了 补刀反而也是反超了 前面落下的都重新都拿下 现在在C位上面看到HQ 其实他一直在后面当一个狙击手 其实少吃了很多冰线 没错 他其实作为一个开团的先手的话 一直没有太好的一个发育空间 大楼拿下之后的一波疯狂平推 现在已经是让IQ的经济 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先了 那就往大后期拖吧 那大后期的话 刚刚也说了 IQ这边三条小龙 可能会成为一个胜负的关键手 这样的话外塔基本上全被拔光 经济是在一直持平的情况下 IQ现在领先的五千 这波的上高地 IQ还有相当多的时间 这里大树一捆跟着螳螂飞天过墙 单打也是还蛮难把对方给捶死的 IQ其实想要推高地的话 还是有点勉强的 因为对方运是个发条 不管清线能力 还是说在于你阵型的压制能力 如果Duke没来啊 那怎么可能呢 当然他想利用Duke打分带 哇 这个突然之间给小孩重大的打击 再弹起来 这一个打招是打得非常漂亮 必须一个精神之防 然后直接打残了一个 这波姿态是立个大功 OHQ也功不可梦 是 其实刚才配合都蛮好的 辅助的大招也起到了效果 这边是 他在的话反推一波 对 Snake打反推一波 不但高地没有被打掉 还能够反推一波 还好这个勾子没有勾到Duke 要不勾到的话又是一条人命 是的 但小兵走过来 兵线发现只有残破的两只兵 算了 对方而且是一个超远程清兵的两个英雄 看到了圆古龙 看到了圆了 而且不太可能 嗯 Sofen都回虫了 打什么 感觉是一个奔四的节奏 奔向四百刀的节奏 是 对 对 其实打起来就是两边都 都有机会 没有谁特别有把握 现在的话最好就是两边在等待一波机会吧 就是拖到六成章之后 然后一波团战的节奏 就是故事 加斯对于两边来说最好的机会 哎 空大 他进化大招了一眼 是 好惊人哦 但是他少了一个大招 触发成就死大接空 隔墙的一个维鲁斯见过来 没打到东西 这边其实是有眼的 终于发现了 哎 怎么感觉他的无限大招啊 什么情况 不是啊 那是他进化大招进草和引擎 啊 对我刚才很惊讶 是因为很少人进化这个 哎这边的话留到了杜克 杜克这边被打起来 有机会 杜克这边反而是后面女强这个大招的伤害 我的天 对啊而且杜克是有存疙瘩 他又不虚 好大招追击 杜克走过来 不过发条能够成功的绊住对手的脚步 哦这个 现在女强的伤害也是起来 那有远古龙怎么办 IG这里的话 透过一波良好的击杀 拿掉对方打野跟辅助的人头之后 能够拿下远古龙吗 看一下姿态在旁边等 哎这边显然不想让 是不想让 但是 哎这绑到了后面的姿态 姿态这边回头拉了一个大刀 只是拉到了Rookie 一路可以被交出一个精神 不想是不想啊 啊 这波有点炸了 炸了 站起来 IG 成功的再将神强哥给击倒 回来重新处理远古龙 三条小龙的加持 那这样的话四条被动啊 非常非常的轻松 每三秒这个一条是45 四条的话就是 差不多280 对你算对 算对了吧 没错吧 45没错是100 刚刚这个螳螂的这个 现在被动改成进草 就进化了 我还真不知道 他在草里面占就是 蛮小看到别人进化这个 因为真的没有人会进化这个 他竟然三招都要 就不要Q 其实蛮惊人的 因为他刚才 强行打大龙 我以为他终于把Q 进化了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 他虽然有一个 在草里面会隐形的被动 但是实战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也就是用来刷新 那个 刷新那个 他的被动 就是那个 呃他 从敌方视野消失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 额外增加伤害的 啊 就孤立无援 对对 我刚才看到他变成蟑螂色 对吧 一般来说卡兹克 会变色嘛 现在很少看到 进化大招变蟑螂色的 卡兹克 而且还是会飞的蟑螂 贼可怕 关系 尤其是 来自身 赶快 让他出现了 蟑螂 technique 能够 然后 翘对 大概 一下 有些分析 但是 就是 尤其是 完全行 能够防住对方打大龙就够了 你不急着在这个燃烧BUFF的状态下 跟对方接战啊 这很奇怪 我觉得还是能够 应该是能够防住的 哇遇到了 哎呦 赶紧跳 进场有隐形看到了 有效果 没被发现 大招怎么办 这大龙打得有点快 这OHQ的大招效果极度有限 不打了吗 不打了吗 怕被螳螂抢 这个时候 一个QW是打他女枪 你这样吃彻移一个大招 反而姿态都 真的被说本抢了 在我们镜头看不见的地方 上面抢了 但是OHQ在旁边 是偷伤害A掉的一人 可是OHQ要被瑞兹追上了 怎么办 大树完全机是瑞兹 啊 瑞兹还差点被点掉了 香消玉允的 这个OHQ 没办法 偷了大龙的功臣 这个大龙感觉不是抢的是 不是抢的是偷的 应该是对方已经出去的 然后他一个人默默 从后面飞进去打 应该会有回放 没事 但会等 因为我们在看下面的这个团战 想不到上面 大龙就被搜粉拿了 哦 这个小孩还在打 溢下去之后 很轻松的感觉就承接到了 他应该是有跟OHQ讲好就是 因为OHQ的第四下打下去 大龙也会暴击嘛 他如果两下有配合进来的话 那个对手是很难抵抗 看总之 收粉偷到这个大龙 也是形成了一个相当关键 哦 这波OHQ是打出了7000多的伤害 虽然 虽然收粉就负责偷龙就跑了 只打200多伤害 但是 嗯 相对的其实也是一样 雷克赛这边也不是一个伤害型的英雄 也在这个团里面没打出伤害 对 结果脱掉龙蓄了一口命 但 嗯 还是要看团战怎么样来拆解 其实现在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劣式之分了 对 打了结果变成 全都变成 经济都变成这样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经济差 对 还是有一点点小优势现在埃及 但是再往后面拖个 就是三四分钟四五分钟 就没有优势了 对对 两边都是六神装 冲向下路 疯狂收兵 因为他是离满庄还比较远的那一个 对一slake来讲的话 这个龙buff 足够让他们能够拖到六神装 再往前 他已经变得再单带了 这个人 单带型打野 下回下走 进场 拆个野 OHQ上一波的团 偷了相当足量的伤害 只是我觉得 Snaker上一波团 打的还是比较四分五裂的 就自己分割了自己 如果有把阵型战好的话 其实OHQ现在的伤害 绝对是突破天际 就他补到六神装之后的话 他的作战能力 我觉得是高于维鲁斯的 会比维鲁斯痛 就他还有 具有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 线手开团的能力 不过啊 IG这边来说的话呢 女枪的伤害也已经是不容小触 这种黑切跟轻语上手之后 然后这里一波打下来也是 那两边的辅助其实都很恐怖了 对 其实其实不遑多让 所以不好说 也没有说Snaker有占到什么便宜 完全没有 那我觉得杰拉这边 应该出一个救赎的 可能女枪出救赎太废了 太废了 杰拉可以出 杰拉可以出 我是觉得胜副手 很可能会在下一波团的时候 Rookie的大招如何 就是去切对方后面 因为两边AOE都很强嘛 反而我觉得救赎是一个很关键的状态 那其实是一个 怎么绕过这边前排 切这边后排的游戏 现在 现在两边的前排 就这边Snaker只有一个圣翔哥 但 I7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挖掘机 加上一个大树的 而且是有大树的被动去减伤 Sofen开始环游世界偷吃东西 他 立志要把这张架的东西吃光 而且吃的速度还贼快 现在装备好了 打个也问题不大 各种拖 现在是把这个兵线上面的话 反而是Sofen把 对兵线带的很优 对兵线给盘活了 没错没错没错 他现在这个打法就是 因为他进化的大招 他基本上这个逃生的性能 是比 很难杀掉 对比 没进化大招的人的逃生性能 是强太多倍 就是刚才 插尖而过 对方都没看到他 刚刚好像是过去的什么东西 就很奇怪 他突然 从一无所有的地方突然 一身从一旁边跳过去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 那他身上是应该有一笔巨款的 已经没有回家 对 应该再等一个水云温道的钱 2.3 差一百块 每个人的经济都已经跑到 连辅助都有一万三千块起跳 是 两个carryway更是上看两万元 这一穹牛猫游戏里面应该没有什么 除非你要买六把无尽 否则两万元也什么都买得下 是 无尽其实不是最贵的 六把三项 哦 六把三项 对对对 现在三项是最贵 有的时候不横向比价 你有时候还不会发现 三项之前有几个版本 其实没那么贵 好几年前 就一两年前的几个版本 其实挺便宜的 那个时候无尽贵 对 这时候三项合成费三元 两边僵持了非常非常久啊 嗯 已经来到50分钟了 两边都不敢出失误了 在龙刷新之前的话 两边也是尽量的避免参战 已经不只是我们了 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观众的 某个器官受到剧烈的打击 拳手吧 观众其实还好 观众可以离席嘛 嗯 但你不会想离席啊 你想看啊 就选 选手跟解说的话 应该是问题比较大的 这跟足球赛一样嘛 你不能 对吧 看80分钟去上个厕所 进了一球那怎么办 然后手机再看 是吧 不落下了 不是他们在等什么 等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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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等龙了 现在Snake其实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抓机会能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所以现在IG能不能够防好对方的先手 就发调的先手能力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比瑞兹稍微好一些 嗯 在正面团战 因为加上 对峙的话就是要硬 他的那个打招得放的位置硬 但有可能你放不好之后 带领队友 一般现在都是传送一个肉过去 然后很常见的打法 因为之前平凡出现过一个瑞兹过去之后 就瞬间团灭了 OHQ的开团也是对Snake来说会非常重要 前面几波也是很大的程度上 靠着OHQ把对方的角度脱满 脚步脱满 现在为了避免直接被OHQ开死 你可以看到IG下路双人组都选择出了女妖 嗯 现在这个 在没有前排的情况下的话 静的大招打到双飞的身上是真受不了 不过现在很难啊 现在所有人都抱团行动 所以你其实你也很难看到说 就是直接被四枪叠死 这也很难发生 我就实际上连鞋子都卖了 出了个女妖 已经是要站路了 鞋不重要 对 到达了一个战斗的阶段了 在这边TP过来是一个大树 想留一下杨哥 杨哥 杨哥这边盾还是很厚的 而且Q了一下 出发了 4W好痛啊 爆血 这个时候这个大招 大招开晚了 杜克这边交出一个闪现 要春哥了 直接是把春哥给打出来了 而且发条正常还有大招的 杜哥这边 糟糕 拿到了表掉 这一波很关键 而且杜克也跑不掉了 这个Zopen上去之后往后跳一下 这一枪挨到了之后 隐然会烫死吗 烫死了 但后面的花生杨哥一直连着对方的瑞兹以及铝枪 最致命的不是 一个球过去之后 W再减速一下 或者瑞兹想尽力打一套输出 还是差一点点被分担的伤害 这一波 人一波吗 很关键 这不是我感觉 Duke尿急 刚才他那个传送下来 然后直接捆上去 就队友都还没就位呢 然后自己 大招是 开得很晚 这你不知道 这个发条可以他们打他 是这样一个效果了 对 而且 配上进的一枪 那 Duke春哥被打出来 还躺在地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呢 是进一个定身 这个复活时间太长了 打中了MARCH 这一下就爆炸 所以ADC被打中 这 这没办法 那这个应该是要一波了 对对对 这个应该 应该脚短 复活时间太长了 已经50多分钟了 就是一波团队的过程 没错 再度开启他刀 关掉了 这边 霍夹起来的KID 没有能够撑过去 Snake 成功的 急破了主堡 拿下了这场 漫长的比赛的胜利